前段时间,借助杨子的溪流体质,与乐乐的电视剧《199爱》未拍鲜火,当时网传女主是暂定杨子,男主从刘学义、范诚诚、李宪、罗依周、陈哲远到王前月,甚至还有诚意,也溜了好多个,最近网上又爆出《199爱》的招商项目书,说是主演阵容已定,由杨子、范诚诚、金世佳、陈哲远、金世佳、陈哲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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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和蓝莹莹担任主演,连播放平台也定了,是爱奇艺的,而且还是浙江、江苏双卫视的上星剧,播出时间暂定明年的第三季度,杨子的演技自不必说,她是同兴出道,虽然年纪不算大,但她已经是拥有20多年演艺经验的老演员了,她拍过的剧也是不计其数,其中不乏一些高热度好质量的剧集,特别是今年和诚意主演的《陈响如谢》又大火了一把,还有她主演的电视剧《长江》 电影《猎毒》也都是为波鲜火,金世佳和蓝莹莹也都是出道多年,演技比较扎实的演员,这几个演员中,只有范诚诚是没有几年演戏经验的流量明星,杨子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,我也怕范诚诚这种流量明星会拖她的后退,所以,休智秉着负责任的态度,昨晚专门看了几集范诚诚主演的电视剧《被遗忘的时光》,看过之后,我发现剧中的范诚诚,和在唱歌上节目的时候, 完全不一样了,简直判若两人,但在剧中,她留着一个小平头,显得非常精神,且富有阳刚之气,不仔细看,差点都没认出来,气质完全不同了,而且在演技方面,我感觉她的表现也很不错 不像有些刚出道的演员那样,演得非常尬,22岁年纪能有如此演技,已经很不错了,相信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进步 要是这部剧的男主真由她来演,在众多老演员的带领下,我觉得她还是能够胜任角色的 但我觉得她很两场有 cover,她是最遥传走的, estou最遥就看勇死她的